近期在大中路一湖民宅上方有发现基地台的建构 引起地方民众议论 相当担心因此危害健康 所以特别提出澄清 经陈勤后 县府及县议员参门额也要及有关单位前往会刊 对于地方民众的诉求 县府也表示 会请出承报国家通讯传播委员会 有效解决地方的困扰 以县政府的立场 会将今天的抗争民众陈勤的诉求 再次的以正式公函 陈给这个NCC 叫他们在考量设置地点的问题 因为这个主要跟大家报告就是 这个基地台的这个核准 主要前者是在国家通讯传播委员会 NCC 县政府这边一定会在今天的这个 相关的这个抗争的事项跟诉求 再次的承报给NCC 在他们做一次整体的这个考量 县议员参门额对于基地台设置在住宅区也感到疑惑 希望NCC能够做出说明 并考量到民众需求来做迁移 住宅区能够设这个东西 是不是需要有公听会 或者是有多远的一个距离之类的相关法规 我想希望NCC能够出来说明清楚 如果说设的合法性 司法性完全的都够的话 那我想相亲朋友也会去认可 那最主要就是说这个基地台针对于身体的影响是非常之大 我们也希望说能够尽快的把它拆除掉 然后找一个适合的地点 比如说比较空旷比较高的地方 比较不影响人的居住权利 议长何正锋希望透过此次会刊 有关单位能够重视地方诉求 尽快来与民众做出沟通 切勿因基地台问题造成地方向的困扰 记者卢凯珠三采访报道